當你真正為難的時候 誰會借錢給你 好 大家好 我們之前一系列講了很多雙心 然後帶四話 然後 本命夫妻公的系列 受到大家很大的支持 因為現在疫情很嚴重 我想你們現在 也沒空去談戀愛 我們來教一些 大家可能目前會很需要的 就是這個時間點裡面 很多產業是受了影響的 然後很多的人 是生技上其實是有問題的 工作啊 等等都會出狀況 也許大家會需要一些些 經濟上的資助 這個時候 我們就希望說 大家有能力的人 你就當作 幫助別人 就像我們學會常講的 斗樹裡面的 其實就是你當貴人的時候 遲早有一天貴人就會找上你 因為 你幫別人 別人最後會來幫你 他是一種 福分的彼此的投報 我有付出 我最後得到 成果 回來 在這個階段 裡面還有能力的人 應該要多幫助一些人 不管你的能力大小 就像我們呢 小小的能力之下 影片拍攝前一周 我們已經募集了大概 兩三千個便當 那也許這個數字還會在增加中 送給台北 第一線的一些 醫護人員 台灣算是富裕的國家 也沒有誰在缺這個便當 或是誰在缺這杯飲料 可是我們就是希望要 讓這醫護人知道說 你們在第一線的努力 那個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都會 盡可能的支持 你們雖然能夠做 就這麼一點點 當然我們認真去挑選一些好的餐點 另外一方面呢 兩三千個的這個餐點 我們也是把它 去找了一些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然後受 影響 沒有辦法營業的 一些店 那他的東西還不錯 可是他因為疫情關係 他 可能生意受影響 那我們也同時間的 去跟他們購買 就人在危難的時候啊 其實 你有的時候只是需要 一點點 那一種 有人挺著我 我就能夠撐下去 你不見得真的是需要 他給你多少錢 你只是需要一點點的力量 原來我不是孤單的 總之呢 學會最近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 小小的 那其實 也不算真正 幫忙什麼忙 但是只是想要表達說 大家都可以在危難之中 彼此多為社會或多為地方做一點 然後少一點點的 抱怨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度過這個難關 因為我們並不是真的 那種很糟糕的國家 那整個快要成了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是媒體啊 很多 政客啦 喜歡用這樣來炒作自己的知名度跟新聞 所以把他講得很糟糕 喔 這樣反而是不好的事情 上一期工作上面呢 我們也提到說啊 在某些跡象之下 你說在這個情形 你可能工作真的會受影響 那你就要趕快替自己再找新的出路 那在財運方面呢 我們今天特別跟大家介紹 當你真正為難的時候 誰會借錢給你 那個人總是有一些 緊急的時候嘛 對不對 那誰會借錢給你這件事情 以台灣來講 以台灣來講 雖然我個人也覺得 台灣的銀行體系 是很糟糕的 借錢都不容易 借錢都不容易 但是呢 不可否認 台灣的那個銀行體系 你在一個合理的情況下 譬如你都有正常的繳稅 然後你公司雲有正常 沒有逃漏稅 等等的情況之下 目前台灣的銀行體系 隨時可以從銀行裡面 搬出大概一兩百萬出來用 個人 那這個時候呢 要來怎麼看 你現在真的是非常缺錢 可是如果 你覺得 因為 以疫情的狀況 大概 中秋後 他就會 稍定了 那 你如果覺得 來到了中秋後甚至到年底 這多給你半年的時間 你就可以 活下去 你就可以公司 就可以 翻轉 或是你就可以 渡過難關 那這個半年的錢 大概需要多少錢 當然你要扣除掉 你的一些不必要的開銷之外 基本的這個金額 其實 也許50萬也許100萬 你其實是可以跟銀行借的 因為你後面就賺回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要來怎麼看 借不借得到 這筆錢 借不借得到這筆錢 第一點呢 要看 這邊是今年流年的子女工 當然你也可以看你 有沒有小限的子女工 如果你會找小限的話 那這邊是田財工 這個位置呢 是財博工 我們一般在看 你有沒有辦法跟銀行借到錢 要看幾件事情 跟銀行借錢一個最大的特質就是 他其實可以算是一種 彼此的約定跟 契約下而產生的一種買賣行為 既然是契約跟合約跟買賣 你就要注意到 要注意到有幾顆星 會跟這個有關係的 第1個文昌 第2個天象 第3個連真 那張星 還有什麼呢 太陽勉強也可以 天府也可以 這2顆也可以 這幾顆星有沒有在這個位置裡面 有沒有在這個位置裡面 那有在這裡面呢 當然今年要注意的是因為他文昌有畫記 文昌有畫記 所以說如果 是今年有文昌星而他是畫記的 那我們會建議 如果說你的這個財博工或紫田線上面 有太多的煞星 太多就兩個以上 那 不要 不要 因為 那個借錢的行為可能你不太能夠負擔 不太能負擔 但是 其他的這幾組呢 其他的這幾組呢 如果在這邊或這邊 而且啊 天象的對攻一定是破君 破君有畫露 連真有畫露 太陽有畫露 然後天府星呢 天府星呢 有帶到露存 那當然天府在這個位置不會帶到露存 但在這個位置剛好帶到露存 所以 這幾顆星 然後基本上呢在財博工 也許 對面的福德工也可以算 這4個工位上面 然後呢又有帶到露存 或是畫露 那基本上 你今年如果去跟銀行借錢 應該是OK的 應該是OK的 那只要他上面呢沒有 太多的煞技星在裡面 就是超過兩個以上的煞技星在裡面 那應該是OK的 應該是OK的 你自己評估上你的工作呢 只要給你大概半年的時間 就可以度過難關了 我們就會建議說 你可以去找 銀行 來討論看看說 也許跟他先借一點 這樣子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說 我呢 那個就是 之前呢 信用都不好啦 然後呢 也不繳稅啊 討論稅啊 那個銀行省都不太會過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 但是呢 我要的就是剛剛好 一點點小小的錢 來幫我渡過這個難關 每個月我需要多2萬3萬 因為小孩子沒辦法上課 要照顧孩子 本來家裡 福氣兩份收入 現在一個人被關在家裡面 這個只需要半年加起來 大概20萬30萬這種數字的 這種數字基本上就是 親朋好友 湊湊湊就有了 誰會湊這個錢給你 天良心作命的人 巨門心作命的人 因為巨門的福德功一定是天良 這兩顆 祖心呢 作命的人呢 相對來講是比較好借籤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人是什麼呢 另外還有一個人就是啊 你必須看你的 子女功 跟你的 財國功 是什麼心 然後看那個 另外那個人 有沒有化入給你 也就是說 譬如說我的子女功這邊呢 是天積星 我有個朋友 乙年生 依照四話來講 乙年呢 是天積星化入 這個朋友 因為他生年走乙 然後呢造成你命功 天積星化入 而化入在哪裡 化入在子女功 當然財國功也可以 那他就比較有可能 會借錢給你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法去造 那如果 有長期看我們的頻道 然後有買我的書的呢 基本上啊 你也可以選擇 不是只有生年 你也可以選擇這個人的 大生命功 或者是 大生的財博功 或是生年的命功 或是生年的財博功 那基本上呢 也會願意在財務上面 執著你 那記得 要化入境 子女功 天財功 或者是 財博功 或福德功 的主心上面 這樣才有用 最好的狀況當然是 那個什麼 無曲路啊 這種的 天良路啊 這種的 這種會是比較是 直接是籤啊 那其他的也許就是一些 物資啊 等等的幫助 好希望 這個部分可以幫助大家 認真看一下自己的盤 如果說 評估起來 真的有些狀況 那 看看銀行可不可以幫忙 看看 你身邊有沒有 符合這個條件的朋友 可以這樣幫忙 短短的這個半年 大家撐一下 希望 大家都可以一切 順順利利的 謝謝大家 大家一起加油